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家徒四壁胡思乱想 那节目开始前先打广告 5月27号我带队去大摔谱 这是凤系军阀 张学良 张作霖这爷儿俩的宅邸 看照片你看 这爷儿俩能文能武 长相十分英俊 那确实你看张作霖那个字也挺文雅的 张作霖自语情啊 所以你看他后来就是当上这个东三省寻乐史 可以有这个大帅的称号之后 然后他给人写信什么的落管都可以叫 别人都可以叫他宇帅 宇帅因为张作霖自语庭 像那个孙川芳 别人可以叫他连帅 因为他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嘛 他可以叫连帅 像那个吴佩福 吴佩福他是直鲁裕寻乐史 所以他可以叫裕帅 因为吴佩福自子裕 你看这吴佩福 张作霖的这名字起的都挺儒雅的 是吧 就是那个你看啊 就是你看张作霖 他这一段发家史 你从他从干胡子当保险队 然后后来被招安 然后再一点点这个剿匪 去陶南剿匪 是吧 当陶南镇首使 然后奉天的这个奉军27师师长 奉天督军 到后来就是东三省巡悦史 蒙江经略史 然后大帅 是吧 安国军总司令 安国军军政府总司令 你了解一下这一段的发家史 你就对这个北洋的这段历史 其实就梳理的差不多了 教科书一直对这个语言不详 是吧 那我呢 就那天就给大伙捋一下这个北洋军阀的历史 是吧 5月27号一点半 咱们张氏率副见 那今天呀 要聊一个现象 聊什么呢 玻璃心 就是谁说点啥 本来呢 这可能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 哎 架不住有人就别有用心呐 就玻璃心呐 就禁不住想啊 对吧 他就老琢磨琢磨琢磨 哎呦 这不对 是吧 这 然后就很生气啊 聊聊这个 其实聊呢 也是就说几个人物啊 比如说林黛玉 是吧 林黛玉这就是一个玻璃心的典型啊 你看《红楼梦》里边 这是 就是你看《红楼梦》里边 林黛玉的这个性格标签之一 他就是爱哭 你看 书里边写 林黛玉第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啊 是他生病刚好 然后辞别他爸林如海啊 就是 林如海呢 想给他送到那个他姥姥家嘛 是吧 有舅舅舅妈照应 有小伙伴多 是吧 他叼哥加宝玉 是吧 但是呢 这林如海舍不得这女儿离开 所以这妇女俩呀 就撒泪败别 那 就是 根据统计说 全书里边一共是有37回写到了她的哭啊 什么眼中落泪呀 眼面自弃呀 大哭一阵啊 躲到房间里捶泪等等 不过呢 这林黛玉啊 在书中终究是一个文学人物 就如果是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么一个爱哭 这样一个玻璃心的姑娘 可能就不会说像贾府当中的人那样 那么包容她 很可能是拖累了别人 郁闷了自己 因为像她这么爱哭的孩子 其实是没奶喝的 你看《红楼梦》第七回里边有这一段啊 就是那个周睿家的啊 就是管家周睿的老婆嘛 她呢 就奉薛姨妈的命令啊 给那几位姑娘送花 然后她送了一圈啊 最后是送到林黛玉的住处 当时呢 林黛玉和贾宝玉一种说话 头也没抬 然后就收到这花之后 就甩出了一个特别唐突的问题 就是这东西是单送给我 还是大家都有 结果知道说啊 大伙都有 每位姑娘一人一个 结果林黛玉说什么 冷笑一声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就是这话你讲出来真的是不可理喻啊 那你送花的时候 周睿她媳妇肯定是 她肯定是先挑那个住处近的姑娘送 对吧 那你林黛玉贴着谁 贴着甲母住 那离王夫人这住处最远呢 所以自然而然是你最后才送到啊 对吧 但是林黛玉这么一句不过脑子的话 那等于是把送花人的一片心意全给摆下了 人给你送花人照顾你 对你好是好事的 人给你送花想着你 然后你甩个臭脸 你给谁看呢呀 就是你这么一个敏感 一个小心眼的人 怎么能让他在贾府当中赢得好生育呢 就是他的生活如果是没有别人的加持的话 那肯定就是一团糟 同样的事儿 你看那个迎春和探春 他俩的做法 他俩当时是正下棋呢 然后看见送花来的时候 那赶紧是不下棋了 然后欠身道谢 对吧 那你相比之下 薛宝钗 情商大王啊 《红楼梦》里边这个第五回就说到了 第五回就对对 就宝玉出场云与情那回 《红楼梦》我就看过那一回 是吧 就说薛宝钗什么行为豁达 就是那些个丫头啊 仆人呢 都愿意去找薛宝钗去玩 薛宝钗他哥哥薛盘没说文化 钻出一只大把猴 他从外边带回来很多礼物 然后薛宝钗把这些礼物就分好给贾府的众人送过去 赵姨娘都没忘 赵姨娘在大黄园里那人都臭成什么样的 谁都敬而远之的 那么一坨个玩意儿 但是你这一件小事你就能看出来薛宝钗这个人情事物 那跟林黛玉一比 高下立判呢 这些故事都是我听我一个朋友给我讲的 就是他是熟读《红楼梦》啊 所以就是那个他就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案例 然后他也跟我说说你要是真的熟读 真的看过《红楼梦》的话 你肯定会喜欢那里边的薛宝钗 你不可能喜欢林黛玉的 那啥呀呢 那刷《红楼梦》咱说我最擅长的那个《水浒传》 《水浒传》里有一个好汉叫做拼命三郎石秀 对吧 这也是一位玻璃心呢 你看那个石秀他怎么出场呢 是这个杨雄被几个混混缠上了 脱不开身 对吧 还被人打了 然后石秀刚出场就去帮杨雄解决问题 一开始呢 他就是上来劝说 但是呢 对方就那几个混混 那几个泼皮 嘴里边零碎啊 郎当太多啊 然后石秀这才大怒把那几个人打翻 当时石秀呢 是这个去卖什么牛羊 然后赔了本 这回不去家 只能是在当地以砍柴为生 日子过的那就不好呗 然后碰巧是 那几个这个打烊熊的那几个混混里边 说了一句话 就原文忘了叫什么了 反正意思就是说 轮不着你这个乞丐多管闲事 石秀当时就火了 你说我别的可以 你就说我乞丐 我不能忍 所以他那个玻璃心一下就碎了嘛 他就火了 所以你就看 就是他这个人呢 就是敏感多疑 擅长脑骨 然后他救了杨雄之后 那杨雄给他一个家呀 就是比较稳定 收入丰厚 而且还能让他就是开摊 去卖猪肉去 对吧 但是 石秀这人太敏感了 就误会说杨雄的那个老丈人 那潘老爷子瞧不起他 回家里发现这个杀猪的 家务神全收了 收起来了 然后谁也没说什么原因 他就以为是 你是不是怀疑我呀 他自己就接受不了了 自己就先写了一本账单 给潘老爷子 然后老爷子看完说 你这啥意思 你怎么这么想呢 跟石秀解释原因 就是说什么那个雪盆产院 那个潘巧云的前夫 潘巧云的前夫 这个去世两周年 所以我去 这两天家里要做法事 所以那些个杀猪的东西 就先收起来嘛 然后你就看 他脑补最多的是啥呀 就是脑补那潘巧云呢 就是看见潘巧云 然后他就开始脑补 脑补人家裸体 然后他自个儿做衣服 就先那个就是怀疑 说别人认为自己这件衣服来路不正 然后潘巧云跟他说几句话 他就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 是吧 你潘巧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呢 对吧 就你看这有一处这个对比的描写 就你看这个这个潘吉莲 潘吉莲对武松有意思 那怎么样 做菜做饭 嘘寒问暖 对吧 庚汤伺候啊 然后后来就凶数你若有心 喝了我这半盏残酒 但是你看石秀这块 杨雄吩咐潘巧云给石秀做衣服 潘巧云根本就没礼 是吧 那后来还是过了两个月之后 石秀自个儿弄了一套这礼外这心呢 那可能是石秀这发现 我嫂子对我没意思啊 对一个和尚有意思 所以他格外的恼火 叫他也睡不着 然后他就偷窥 然后就是他就受不了别人对他 带有一点不利的影响 你看最后他说这个 上凉山造反 也是带着这个杨雄一起 是吧 杨雄有家有业的 跟他当土匪了 那这咱不看小说 看历史 这雍正啊 谢成会特别喜欢讲雍正 那么雍正呢 他是历史上死的最不明不白的皇帝之一了 那历史上关于雍正的死因传说有很多 那比较受人欢迎的死法就是说 雍正被吕四娘割了头 是吧 后来那个那个武侠小夫家 他写那个江湖三女侠 就是写这段传说的嘛 虽然从理论上讲啊 就是雍正被吕四娘剁了脑袋 这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但是民间欢迎就是雍正皇帝是这么死的 也算是对这种帝皇文化的一种补偿 那雍正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就是根据我的推测呀 应该是被敏感词敏感致死的 敏感词之所以敏感是因为他有着让人心惊肉跳的功能 雍正虽然贵为天子 但是心还是比较小 那么就是你从他亲自写的那个大义绝密录里边就能看出来 雍正啊 为了反对那些个反对他的舆论指责 做了两手准备 一手传说中雪笛子的是吧 动武的 其实我理解更像是那种就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秘密警察 他们通过深入民间进行监视 然后以此来保证民间没有舆论的指责 另一手就是文的 就是出版大义绝密录 那么大义绝密录呢 这是雍正皇帝百忙之中抽出来时间 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反动言论进行批驳 然而大义绝密录不算好书 他儿子乾隆上位之后 马上就把大义绝密录列进了禁书的名单 就被敏感掉了 被和谐掉了 但饶是如此 雍正皇帝仍然是不明不白的死了 连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 就是他死的太突然 所以呢 可能是他死于什么这个这个心肌梗塞啊 心梗啊 脑梗啊 这可能性很大 那么雍正为什么他死的这么突然 这从他啊 亲自写大义绝密录的过程啊 以及他对什么那种雍正无头啊 为民所指啊 那种暴跳如雷来看 他的性格其实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敏感 应该就是死于对敏感词的折磨 敏感词能折磨的雍正皇帝睡不好觉 焦头烂额 性格暴躁 最后是死于心肌 可见他威力有多大 是吧 当然了 这些词呢 其实并不具备什么物理意义上的杀伤力 毕竟骂人是骂不死的 然而那雍正为了这些敏感词 把自己折腾出了玻璃心 足可见这个人 呃不是 就是折腾出了心肌啊 足可见这个人啊 过于的玻璃心 那在我看来 这玻璃心呢 本质上是一个极端放大的自私 玻璃心可以呃 很容易的认为别人是在伤害自己啊 说句重话 觉得这是在侮辱自己 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眼神 就觉得对方是在排挤自己 根本上是什么 是对自己的过度看重和维护 自私是万物过度以己为先 认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 所有人的行为都不能对自己不利 甚至说别人理所应当的 是为自己来付出 那么这样的想法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不就是玻璃心的体现吗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不适合啊 不要和他有太近的距离 只要对于那个人来讲啊 是个无关人员 那基本上就可以这个呃 这个平安无事啊 不会互相伤害 是吧 哎 反正就是磨叽这么半天 总结起来今天啊 就是一句话 真爱生命远离玻璃心 好吧 好了 那关于今天这个玻璃心 咱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